今天COVID-19新增31500例的本土病例 今晚一路有47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76例 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數叫昨天 減少986例 減少約3% 叫上週日少3822例 減少10.8% 那今年到10月29號 本土病例總共760萬7619例 那今天新增了218例本土中重症以上的個案 那迄今中重症總共33,235名 其中1萬1,917名死亡 那目前輕症無症狀者 占全部病例的99.56% 那昨天6個月到4歲的幼兒有2880人接種 莫德納急輝瑞疫苗 其中第一劑接種1176人次 第二劑接種1704人次 那甘利林辰第一劑接種率43.3% 那第二劑的接種率15.9% 那昨天莫德納次次代疫苗總共接種26700人次 另外昨天總共接種了36,010人次 那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第一劑93.9% 那第二劑88.3% 那追加劑接種率73.9% 那第二劑接種率是15.4% 其中65歲以上接種率是12.0% 那今天沒有新增特殊重症的個案 那截至今日 兒童重症總共258例 包患腦炎33例 肺炎26例 心肌炎2例 敗血症4例 孝吼11例 家中死亡9例 密西醫有168例 共病5例 其中37例死亡 reverence iği日報 審命 忠實 出導臣 空症3例 血症4例 血症4例 治血症4例 噗 血症4例 血症4例